热线12今日关注 江苏数吨溶血研究师 巡研模式全开启 他拿回去准备是用来腌菜的 学生未捐款被拍照 教师做法引热议 这个事发后呢 我们也做个深刻的反思 桂民心窍 保姆伙同他人抢劫女雇主 五岁男童头卡防导窗 消防队员及时戒备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首先来看今天的热线发布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 近期由不法分子冒充 检察机关工作人员 仿冒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实施钓鱼式的电信网络诈骗 据介绍 这些不法分子 假冒检察机关工作人员 拨打受害人的电话 以受害人涉及某类型的案件 需要登陆最高检的网站 或其他检察机关的网站 进行案件清查为由 结果呢 是诱导受害人啊 登陆的是仿冒网站 将存款转移至所谓的安全账户 那在这呢 最高检提醒大家 如果接到类似的 涉嫌诈骗的电话邮件等 请务必提高警惕 警方上当受骗 近日 多地出现了冰冻暴雪的天气 那江苏公路部门呢 为应对这种天气 在国道沿线 还有大型的桥梁之上 提前呢 堆放了一些 用于溶雪的工业盐 没想到一夜之间 这些工业盐 竟然丢了三吨多 1月24号晚 江苏省南通市公路管理处 受到反应 放在国道沿线 大型桥梁附近的溶雪盐 丢失了许多 据介绍 丢失的溶雪盐 总计约三吨 这些溶雪工业盐 都是从当地 盐业部门购买的 一袋一袋装好 放在路边 晚上没人看守 同样是1月24号 江苏省不止南通市 常熟市也出现溶雪盐 被拿走的现象 盐丢了不仅影响到溶雪 更危险的是 这种盐是不能食用的 民警发现后立即行动 调取监控发现了线索 幸运的是 不到24小时 常熟丢失的两包盐 都已找回 南通市也 用了不分丢失的溶雪盐 一些村民把盐包放回路面 或把盐撒在自家门口的路上 因为我们这边水域南方 这种沙沙雪的天气很少的 因为雪比较大 他们才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看着像 可能盐菜就用那种粗盐 盐东西用那种粗盐 有点像 有些是老人 他们不太懂 在这儿我们先普及一下 基本的常识 这个溶雪盐 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以醋酸钾 为主要成分的有机的溶雪剂 它是成本比较高的一种 而另外一种 就是工业用的氯化钠 成本较低 而且使用的是比较的广泛 虽然工业盐的主要成分 也是氯化钠 但是它却不像我们食用的 那个盐那样 经过高度的提纯 它会有不同程度的 一些杂质在里边 甚至含有一些重金属 所以如果被人们 当作食用盐来务食的话 会对我们的身体 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目前为了防止 丢失事件再次发生 当地已经派专车运送 专人看护溶血盐 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 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 那小便宜真的是贪不得 搞不好会惹出大麻烦 好 我们再来追踪一起热点的事件 就在前几天 广东冒名一所小学 这些老师将未捐款的学生拍照 然后发到了家长群里边 进行批评一事 引发了热议 那日前当地教育部门 对此做出了回应 前不久在广东省冒名市的一所 名为朝阳学校的小学 有一名学生家长不幸患上了重病 于是师生们纷纷给这名学生家长 进行了捐款 不过 由于其中一个班级里 有十名学生没有捐款 老师就让班里这些没有捐款的学生 站在讲台上 并拍下照片 把照片发到了家长的微信群内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 十名学生站在讲台上 有的低着头 两手背在后边 有的不敢直视下面的同学 有几位家长随即在微信群里 对老师的做法提出了异议 而有家长当即就在微信群里 发了捐款红包 但事后就有家长担心 老师的这一做法 可能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事发的第二天 记者来到这所学校 见到了其中一名 被叫上讲他的孩子 浩浩 面对记者的询问 孩子一句话都没说 班上同学说 浩浩平时住在亲戚家的培训机构 没有及时捐款 是因为还没有来得及跟家人说 记者调查发现 发生这次捐款风波的朝阳学校 是一所民办小学 全校共有1300多名学生 其中三成学生的家庭生活困难 所以学校时常会发动捐款 些爱心的活动 但是八成的学生 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他们大多生活并不富裕 这个事发后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深刻的反思 我觉得这样确实会存在一个道德绑架的一个隐患 此类的监款是非常的不适宜 没有经济能力的小孩子身上 以后此类监款之适和我们全体教职工 本身是有经济能力的 根据老师与学校签订的 师德师丰的合约 学校对涉事老师已调离原岗位 并进行师德师丰的再培训 针对该事件中的实名被拍照学生 学校也开展了相应的心理辅导 与此同时 广东省茂民事的教育部门 也正式向全市发文称 今后要规范此类捐款活动 对今后这类公益的事情 公益的活动呢 我们都要规范管理 像一些什么手拉手啊 或者什么一转捐款啊等等的 凡是这类公益活动呢 都要报备教育局 我们都要经过审核 然后才去做 《涉嫌十二》即将播出 早产儿失明惹纠纷 司法鉴定结果引争议 婴儿患病被亲生父母遗弃 送医抢救无效 不幸身亡 陕西西安一岁多的男童韩汉 被诊断为失明 那家长呢 以延误孩子病情为由 将医院起诉 最终法院根据司法鉴定报告 判决他们败诉 这样的结果让韩汉一家无法接受 随后他们对这份司法鉴定 提出了质疑 2017年12月12号 陕西省西安市联湖区人民法院 对一起医疗纠纷案 做出了民事判决 判决的话是根据 那个司法鉴定报告判决的 是和那个医院治疗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完全败诉 2016年4月 袁告芳 李小鹏的儿子韩汉出生 因为早产 韩汉出生后 在山西省运城市中兴医院 住院治疗了40天 孩子因为有长期的西洋史 又早产 所以说担心眼睛有问题 因为他属于 儿童眼底病变的高危人群 就建议我们去 转到最好的 当地最好 就是附近最好的医院 西洋儿童医院 2016年6月1号 韩汉转诊到 陕西省西安市儿童医院 经过两个月的住院治疗 2016年7月31号 医生确诊病情稳定的韩汉 回到了山西运城家中 当年9月26号 李小鹏带着韩汉 又到北京同仁医院做了检查 然而这一次检查的结果 却给全家人的内心 带来了巨大打击 属于那个儿童眼底病变 最晚的一期 就是说 视网膜已经完全脱离了眼球了 是告诉我们孩子的眼睛 有可能手术价值已经不大了 韩汉的眼睛将面对一片黑暗 而同仁医院的医生 在翻阅韩汉以往病例后的一句话 更让韩汉的家人后悔不已 病例中显示 2016年6月12号 韩汉在西安儿童医院治疗的时候 就已被确诊为双眼底ROP三区二期 并建议前往西津医院就诊 当时那个卢海主任看到这个信息以后 就把我们 我和我老婆骂了一顿 说是 这么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治了 2000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你看你把孩子一辈子贪污了 卢医生的话 却让李小鹏夫妇一下子蒙住了 他们表示 对病例中写到的这一情况毫不知情 自始至终 我们都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我7月5号转科的时候 我老婆就让我专门去NICU 又去问了一遍的主治大夫 说孩子翻白眼 眼睛会不会有问题 主治医生说是 已经检查过了 没有问题 不需要治疗 李小鹏认为 正是由于西安市儿童医院 没有及时告知 才造成延误治疗 最终导致孩子 寒寒的眼睛失明 西安市儿童医院存在着医疗过错 于是在2016年10月26号 李小鹏将西安市儿童医院 起诉至西安市连湖区人民法院 随后 法院指定 沙兰西蓝图司法鉴定中心 对此事做出司法鉴定 2017年12月12号 西安市连湖区人民法院 依照司法鉴定结果 做出了民事判决 李小鹏一审败诉 败诉后 李小鹏对陕西蓝图司法鉴定中心 做出的这份司法鉴定意见书 产生了一些质疑 因为这份意见书的第一鉴定人范林 直到在宣判之前 李小鹏也没有见过 于是 李小鹏找到了范林 了解鉴定情况 告诉我说是 第一他没有见过我人 第二他没有见过孩子 第三签字不是他签的 所有的事情他都不知情 签的字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不知道这回事你怎么签字盖证啊 我哪有签字盖证啊 你过来看看这是你签字盖证吗 这是你的证吗 这是你的身份证吗 这是你的信息吗 我签的我见过你孩子们啊 我不管你签 你没有签字盖证 你签什么代表 他们签字盖证 这 这 这 我跟你说你去鉴定起 这如果是我的可以签 当时我们一拼就傻了 我花了一万两千多块钱的报告 第一鉴定人不知道 那么这份有着范林签字盖章 还附有范林司法鉴定人职业证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这个照片是我签的 这是一个鉴定所盗用我的 这是别的公司盗用我的证 李小鹏回忆 在韩汉鉴定当天 只有司法鉴定意见书上的 第二鉴定人李峰 对孩子进行了检查鉴定 而据李小鹏了解 鉴定人李峰也并非是眼科专家 而是DNA亲子鉴定师 那么这份司法鉴定意见书 究竟是如何做出的呢 2018年1月26号 记者来到兰读司法鉴定中心 了解情况 您之前咱们俩在工作过啊 在这工作 在这工作 所以说没有鉴定中心 据了解 范林现任陕西省核工业 215医院眼科主任 同时也是215医院 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人 而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 蓝图司法鉴定中心法人曹安 曾对此事回复说 范林在该司法鉴定中心 属于兼职 在陕西省司法厅官网 2017年度 国家司法鉴定人 和司法鉴定机构 名册陕西省的名单中 范姆作为职业鉴定人 确实不仅出现在 陕西蓝图司法鉴定中心名单中 同时还出现在 陕西咸阳核工业 215医院司法鉴定所名单中 据多方核实 两个范林为同一个人 于是记者来到陕西省 核工业215医院 向范林本人核实情况 随后记者向陕西省核工业 215医院司法鉴定所 了解范林兼职的情况 一份被法院采信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 却有着诸多疑点 范林究竟有没有参与此案鉴定 是兼职还是贸用 这份司法鉴定意见书 究竟是如何做出的呢 据悉 目前陕西省司法厅 也对此事介入调查 鉴定人没在场 签名却出现在了鉴定书上 本是做DNA亲子鉴定的医生 却给做了一个眼科的鉴定 不得不说 这份司法鉴定书 不仅让韩瀚的家人疑惑 也让我们所有的人 都感觉到疑惑 那现在呢 我们要连线的是 今天的特约评论员 黄丽玲律师 黄律师 对这件事情来谈谈你的看法 司法鉴定呢 应该是说在审判过程当中 由专业的鉴定机构 运用自己的专门的知识和技术 按照法定的程序 对于专业性的问题 做出鉴定和判断的一种活动 应该说司法鉴定的结论 对于保证我们一个审判的公正 它具有着重要的这样的影响 为此呢 我们司法部也专门制定和颁布了 司法鉴定程序通责 在通责当中 对于司法鉴定的机构资质 人员资质和我们的委托程序 还有鉴定结论的出具的过程 我们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那么虽然说 我们这一个鉴定结论 对于案件审判 它有重要影响 但是它毕竟是证据的 在案件当中是证据的重要形式之一 并不是唯一证据 它仍然需要经过 我们法定的制证程序 由法院按照客观全面的原则 经过了审核之后 才能确定它的证明效率 如果我们的当事人 不服鉴定结论的 并且有证据能证明 这个鉴定结论的存在 以下几种情形的 第一 我们的这些鉴定人员 鉴定机构 不具备鉴定资格的 第二 我们这个鉴定的结论 明显严重违法程序的 第三 我们这个鉴定结论的 它的依据明显不足的 或者第四种情形 经过法院 经过制证之后 认定鉴定结论 不足以有证明效率的 存在这四种情形 之一的情况下 当事人是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出重新申请鉴定 而人民法院经过审查之后 也可以直接排除 这个鉴定结论的 定案的证据效率 所以我们韩汉的家属 发现了这份 司法鉴定结论当中 它在做出的时候 程序上存在着诸多的瑕疵 它是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 来维护自己的程序权利的 好 感谢黄律师 在这里我们也征底一下 如果您身边有好的新闻线索 也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各位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继续我们的热线12 那近日在广西 一名刚出生几个月的男婴 却被自己的亲生父母 遗弃在了大街之上 遗弃孩子的人是陈母夫妇 2017年他们生育了一名男婴 当一家人还沉浸在喜悦当中时 医院却检查出 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并且孩子在家里面经常发病 2017年4月15号 男婴再次发病 并出现了休克的症状 陈母夫妇就商量 决定将男婴遗弃在 人流密集的地方 想借他人之手 将小孩送往福利院抚养 当时候是凌晨5点钟这样 他们就丢在大龙街 一个商铺的门前 然后他们就离去了 当天上午有人发现了 被遗弃的男婴后报警 并送往当地医院抢救 遗憾的是 男婴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陈母夫妇 因涉嫌遗弃罪被起诉 经当地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陈母夫妇 对年幼患病的孩子 富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 已经构成了遗弃罪 他其实抱有一个幻想 就自己可能养不活 希望通过他人之手养活 但是他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就是对这个法律 还是认识不够 近日陈溪市人民法院 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宣判 陈母夫妇两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 和有期徒刑九个月 社线十二即将播出 直播珍稀飞鸟博眼球 饲养保护动物法不容 我现在非常厚 桂林心窍 保姆或同他人抢劫女雇主 现在很多人喜欢在网上晒 晒吃晒喝晒玩 晒各种所谓的炫酷 不爱护就是为了博眼球引关注 可是有一些人晒着晒着 就被警方给盯上了 这是2017年12月 江西干州巡屋县森林警方 接到举报后 在某视频软件上发现的 有人疑似捕捉并饲养了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咸的视频 通过我们侦查以后 发现犯罪嫌疑人 龚某 廖某 有重大作案嫌疑 随即对上述犯罪嫌疑人 实时抓捕 2018年1月15号 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 龚某 廖某交代 他们在当地非法捕获了一只黑色白咸 之后由龚某带回家中圈养 2017年1月 赖某又非法捕获一只白色白咸 并出售给龚某圈养 龚某在圈养两只白咸的过程中 对白咸拍照录制小视频 并上传至视频软件进行炫耀 经司法鉴定 发现雌鸟是白咸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目前警方已经把两只白咸 犯规大自然 三名犯罪嫌疑人 对非法猎捕 买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事实 供认不讳 我现在非常后悔 鼓务大家保护野生动物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因为野生动物陷入风波的 还有河北苍州做马戏团生意的李荣庆 还有李瑞生两个人 在2016年 这两个人是租用了一些动物到辽宁去表演 结果被以非法运输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判刑了 2017年的12月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 撤销了一审 对二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和八年 并各处罚金十万元的判决 判决李荣庆和李瑞生无罪 而在这个之前审理当中 马戏团用于表演的老虎 还有狮子熊等已经被扣押 日前在判决过去五十多天之后 沈阳森林公安已经将扣押的这些动物 全数归还给了李荣庆和李瑞生 好 再来看 日前云南警方解救了多位越南姑娘 之前她们本是外出旅游或者是打工 却遭遇到了拐卖 我们民警根据线索 发现了多名持伪造身份证 近战乘车的旅客 而且这些旅客都是女性 而且都听不懂中国的语言 侦察发现 这些女子大部分来自越南农村 年龄最小的十三十四岁 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 都是从小路偷渡进入中国 将要被卖到各省市做越南新娘 所谓来中国做新娘 实际上就是被拐卖 拐卖团伙内一些越南本地人 负责在越南境内挑选女子 以旅游打工等名义 诱骗女性来到中国境内 团伙内在中越边境居住的人 负责将女子从越南偷渡入境 并将她们软禁在家中 与此同时 这些女子的信息会被发给中介 买家看中后就会当面去检验这些女子 确认无误便会进行交易 新娘的价格一般在六七万元左右 全部用现金支付 如果买家对新娘特别满意 价格会高到八九万元 这些交易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抽成 而越南新娘却通常拿不到一分钱 日前昆明铁路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抓捕 共抓获了涉案嫌疑人138名 解救了50名被拐越南籍妇女 被解救的越南女子 已移交给越南警方处理 前不久 广东中山的王女士 为了照顾家里边的孩子 请了一位保姆 没想到家中却因此上演了一出《无间道》 2017年12月26号 中山市三乡镇警方接到报警称 某小区一户居民遭遇了入室抢劫 那进入的现场呢 感觉首先感觉现场第一个比较凌乱 这个地面的物品的摆放 包括这个市主买菜 回来准备做饭的菜撒了一地 房间内 业主王女士和保姆被绑 民警在家二人解救之后 想二人了解被抢经过 保姆讲的就是早上送了小孩回来之后 他就听到有人敲门 敲门之后他就打开门 是一个送快递的 这个男的就进了房间 进了房间之后 就跟他说要抢劫 然后就把他捆绑起来了 大约半小时后 王女士回到家中 正好遇到准备逃离现场的劫匪 他就把我的手向后面一关 像秦男那种 他把我的手用皮带 在房间挡完之后 就叫我坐到客厅那里 劫匪威胁王女士 说出了保险柜密码 并将其中的三万余元现金 和一些纪念币洗劫一工 随后逃离了现场 劫匪逃走后 王女士挣脱了嘴上的胶带 大声呼救 邻居听到呼救后报警 两人才终于得救 根据王女士和保姆的描述 警方很快在小区监控中 发现了一名可疑人员 根据这个市主和保姆的描述 这一个穿这个黑色 上衣的一个嫌疑人 他戴着口罩 那我们通过这个小区的录像 也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嫌疑人 发现他上了一辆车 通过走访侦查 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易某 2018年1月12号 警方在广州某酒店内 将易某抓获 你听妹妹啊 你听妹妹 然而在审讯中 易某向警方交代 他实施抢劫还有一名同谋 此人正是王女世家的保姆李某 随后警方将李某带回询问调查 李某很快承认 或同易某抢劫的事实 2017年12月份 易某在案发小区楼顶阳台踩点时 遇到了在阳台晒衣服的李某 他问阿姨 你整个小匙吗 他说 那我就应该 我说是这么厚的 然后后面他就问我 讲说他以前那个阿姨在这里 他都不做 犯罪嫌疑人主动上去 跟这个保姆进行搭讪 两个人经过交谈 得知两个人还是老乡 一来二去 两人变得熟络起来 李某也经常向易某 抱怨自己的工作 那这个保姆也是跟这个易某就讲 说我这个就在这个一家人里面做保姆 说这个工资也不是很高 刚过来做了一个多月 聊熟了之后呢 易某呢 就老师跟他说了 说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好偷 我现在工作的这家人 好像是买好钱的 要不然这样吧 你给我点钱的 我看好个时间 你找个找人来 但他们没想到案发当天 王女士突然回家 撞上了正在实施盗窃的易某 为了掩人耳目 易某将王女士和李某都绑了起来 目前易某李某二人 因入室抢劫罪被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来看下一个案子 四天是同一地点蒙面持刀 然后抢劫连续作案 搞得当地是人心不安 日前贵州安顺警方 终于将这名大盗抓获归案 1月22号下午5点 民警带着刚被抓获的 犯罪嫌疑人刘某 到贵州省安顺市 开发区普定路指任现场 在指任现场的过程中 一个大妈很生气 准备上前打犯罪嫌疑人刘某 被民警制止了 街坊们表示 看到犯罪嫌疑人落网 终于安心了 因为在四天前 在同一地点 这个蒙面男子持刀抢劫了 两间店面 导致人心惶惶 案件发生后 安顺开发区公安局行政大队非常重视 立刻调取了事发路段的监控画面 一路追踪犯罪嫌疑人的轨迹 我们也发现过非常蹊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每次这个 转案清点进入到这个视频门区之后 就再也没有再出现在视频监控上的之类 侦察员从犯罪嫌疑人驾驶摩托车逃跑路线最后消失的地点发现 这时安顺郊区一个村子人际罕至的荒山 从事发当晚到凌晨 除了刘某的摩托车进出之外 也只有两三辆小轿车经过这个地方 那么犯罪嫌疑人进入荒山之后去了哪里呢 侦察员熬了几夜 将监控录像反复研究 终于有了发现 于是警方怀疑 犯罪嫌疑人在监控盲区换乘车辆离开了现场 当这起案件还在侦察阶段时 1月22号凌晨5点 在开发区普定路一家酒店前台监控画面中 这个黑衣蒙面男子戴着手套手持尖刀再次出现 犯罪嫌疑人得手后 驾驶摩托车朝着同一方向逃跑 然后又消失在同一个地方 1月22号下午4点 侦察员将藏匿在镇宁县的犯罪嫌疑人 刘某抓获 犯罪嫌疑人刘某说 自己原本有一份月收入5000的工作 去年在安顺以私人借款公司 借了一万元 当时借款很容易 只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同时将手机上的通讯录 复制给对方 对方马上放款 但是后来他还款不及的时候 麻烦接踵而至 刘某说对方不停地发信息 打电话骚扰朋友恐吓家人 让他在朋友面前颜面扫地 家人也跟着精神紧张 摧毁了自己的心底防线 无心工作 看着债务越来越重 这才新生了邪念 刘某原以为自己计划天衣无缝 却被办案经验丰富的侦察员识破 并及时抓获 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 已经接近疯狂的网络男主播 他竟然跑到地铁站里边 到那干什么呢 他说他是欧阳峰 某平台的多段视频显示 在站台等候的人群中 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 一边大声喊 自己练成了绝世武功 一边还配以夸张怪异的动作 一旁后车的乘客只得避让 上海警方通过调查 找到了视频中的男子张萌某 以及拍摄视频的王某某 经查张某某为某直播平台的主播 为了博取眼球快速涨粉 他于2017年12月中下旬 到2018年1月初 先后在六号线世纪大盗站站台 一号线人民广场站站台 拍摄了六段神功视频 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 拍完后张某某当场编辑视频 发到直播平台上 到案后两人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警方对张王二人分别依法给予 行政拘留5日行政警告的处罚 其实面对一个网络的快速的传播时代 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比他们还能够再向下走 甚至于突破底线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其实中期所有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什么叫做眼球 眼球就是眼球经济 经济就是钱 那日前在银昆高速上 两辆满载危险化学品的车 被警方给拦停 结果司机下来之后 第一件事居然是行贿 近日在G85银昆高速重庆段 当地高速执法人员在进行夜间巡查时 发现两辆装有危险化学品的运输车 在进行时段违规通行高速公路 执法人员随即启动应急预案 设想将两辆微化品运输车拦停 正当执法人员对违规车辆 进行相应的安全检查时 一名司机动起了歪脑筋 想要通过贿赂的方式 让自己免于处罚 把面货借了 来下来我看 执法人员当即拒绝了 司机的贿赂行为 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对两辆车分别处以200元的罚款 对其中一辆微化品运输车 没有随车配备押运人员的违法行为 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处以2万元的罚款 说完了公路上的事 再来关注一下铁路出行方面的安全的问题 那近日在杭州东站 有两名旅客的手机不翼而飞了 结果铁路警方迅速的行动 通过网络的监控视频 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前不久旅客孙女士 在杭州东火车站准备验票进站 验票后却发现 手机不见了 孙女士立即报了警 派出所民警调取了大量监控视频 发现在孙女士检票时 身后的婚姻男子曾故意上前贴近他 具有较大作案嫌疑 通过技术手段 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赵某 警察 赵某还有盗窃前科 警方分析认为 赵某一定会再次作案 第二天 赵某果然再次出现在后车室 我们检票后当时也是 排队的时候人比较多 他也是趁旅客拥挤的时候 趁旅客不注意的时候 还是以同样的方式 就是把旅客放在一个 坏口袋内的一个手机偷走了 赵某刚刚作案得手 就被守候多时的便衣民警迅速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 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挺大的大老爷们 干这种小头小摸的事 真的是让人看不上 那正值这寒假来临之际 新华公益儿童安全小课堂 首次走进了校园 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 1月26号 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 县值第一小学的师生们 共同参与了 新华公益儿童安全小课堂 进校园 即新河县精准扶贫 易基金温暖包发放行动 在学校的倡导下 孩子们通过形象生动 通俗易懂的防灾减灾安全课 一起做了地震火灾操 学习了应急包和简易单价的制作 今年我们来到新河县 正好结合在假期期间 希望小朋友们能度过一个 平安快乐温暖的假期 日渐云南玉西 一名五岁的男童被锁在家中 顽皮的孩子想从窗口爬出去玩 结果被防盗窗给卡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